小米,快看我的霸王龙坐骑帅不帅 我去,图妹妹,你怎么拥有了霸王龙坐骑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怎么样,我这坐骑在迷你世界恐怕都找不到第二个吧 不仅如此,骑上它我还会青红水上飘 好家伙,你这坐骑也太酷炫了 话说是从哪里获得的 一言难尽,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跑酷才拿到的 且,不就是跑酷吗 对于我来说,那还不是简简单单 嘿嘿,这边让我来看看我的专属坐骑会是什么 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啊 啥青红 因为这个是美食村坐骑跑酷啊 跟你那可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什么,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啊 算了,来都来了,我就挨个去看看吧 首先第一个,还是样样都倒手第一的奶茶 不是吧,怎么是燕燕蟹坐骑 就这移动速度,估计还没八十岁老头走得快吧 第二个是奶瓶 这边直接走两个方块中间就可以 好吧,给的是牛牛坐骑 不过好歹比奶茶的坐骑档次高一点 也还勉强能接受吧 下一个就是果冻了 二段跳看我掌握好节奏一口气冲上去 来了 就这儿,只给了骆驼坐骑 这也太拉了吧 算了,我还是去看看下一个吧 接着是奶糖 三段跳只需要先这样 然后再那样就能轻松上来了 嘿嘿,给了一个蒙眼当当做骑 我去,这做骑怎么还打人了 这种白眼狼做骑不要也罢 然后是丸子酱 伙伴,你们对这个主播有印象吗 哇塞,居然是鲨鱼做骑 这也太happy了吧 第六个是柚子,话说柚子会是什么做骑呢 这边让我来看一看 就这儿,只是一个狐狸做骑 也就一般般嘛 再接着就是小王子了 作为美食村的村长 做骑肯定不会差到哪里 好家伙,居然是黑龙做骑 这要是骑着他出去 那不妥妥就是做靓子仔吗 下一个是布丁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会是什么做骑了 来,让我看看 嘿嘿,给的是蒙马像做骑 第九个是辣条 废话不多说,这边看我直接冲啊 快点 我去,这是什么做骑 伙伴,你们知道吗 最后一个就是汉堡了 作为压轴登场 那做骑也绝对不会差 这边让我去一睹真容 不是吧,怎么是羽蛇神啊 这也太不符合汉堡的地位了吧 如果看待这做骑又有飞行的能力 我就不抱怨了吧 伙伴,你们最喜欢用哪个生物当做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